大家好,本期视频我来讲一讲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以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极端种族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是坏人,这种浅薄的理解是无助于我们真正预防法西斯主义的。 首先说到民族主义,很多人都听说过舒本华的这句话,每一个可怜巴巴的笨蛋在这世上没有一样自己能为之感到骄傲的东西,所以他就只能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骄傲了。 这句话在现在通常被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尤其是左派,用来讽刺民族主义者。 但是有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是舒本华讽刺民族主义,是因为他是保皇派,他是支持封建君主的。 传统上的封建君主国家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水火不容的状态。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两个例子,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亡于民族主义。 他们都属于文化多元的普世帝国。 比如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和希腊人虽然会受到一些歧视, 但是并不会遭受有针对性的屠杀。 而我们熟悉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恰恰是发生在1915至1917年,是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了。 封建帝国进行的屠杀,都是为了抢你的钱,一般不会特意针对某个民族或者种族进行屠杀。 因为封建制本来就是反民族主义的。 比如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堂兄弟,当时欧洲各国的国王也都是亲戚。 夸张点说,所有国家都在被外国人所统治。 所以说,什么叫做民族主义呢? 民族主义就是说,法兰西是属于法兰西人民的。 那么大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会发现,你这个国王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法国人就把路易十六砍了,判处他犯叛国罪。 这就是民族主义的逻辑,如果按照封建国家的逻辑,那么整个国家都是属于君主的。 到中国也是一样,比如说唐朝,胡人和汉人地位上几乎没有差别。 不管是文臣武将,都有不少是胡人。 清朝时曾经东南亚华人遭遇过大屠杀,但是乾隆表示,那是他们活该,跟我没关系。 就是因为在封建王朝的逻辑下,我关心的是我统治的人民,那么不归我管的当然和我没关系。 所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甚至有些左派会说民族主义是由资产阶级所构建出来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对啊,几千年前就有华谊之变的说法了。 怎么能说民族主义不存在呢? 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民族主义,指的是,每一个民族的人民,应该有属于本民族的国家,他属于一种公民意识。 如果在古代,你去跟皇帝说,你最好只任用汉人,皇帝会说,我是皇帝,我爱用谁就用谁,你也配说话。 所以说民族主义和古典封建国家是水火不容的,而即使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很多时候也是矛盾的。 比如说,纳粹德国扩张之路的前两部,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都是因为当地居住的人都是德意志人。 包括他后来进攻其他国家,理由是为了扩展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他攻打利比亚,希腊,都是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故土,而他自诩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他从来不会说因为当地住着意大利人,或者要扩张意大利民族的生存空间。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区别。 再比如,弗里斯·哈勃,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战时,他负责氯气和其他毒气化学武器。 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德国的爱国者,甚至是德国的战争英雄。 但是却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遭遇了纳粹德国的排挤。 而他的很多亲人,甚至都死在了集中营。 而希特勒呢,他本人就是奥匈帝国人,或者说奥地利人。 所以说他爱的并不是德国,而是德意志民族。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逻辑,大量的犹太科学家都被迫流亡,对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如果不是反游主义,可能就是德国先研制出了原子弹。 而对希特勒来说,一个不完全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强大德国,是毫无意义的。 真正的大反派都是非常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包括波尔布特也是。 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都是一种第三位置和法团主义思想。 什么叫第三位置呢? 就是因为我们传统上都知道的两种意志形态,分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所以在此之外的第三道路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既是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 而第三位置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 法团主义就是把社会组织成立成专门的就业部门,称为法团。 这些国家主导的跨阶级的法团来调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 所以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反共主义的,因为它要团结,它要搞阶级调和,不能搞阶级斗争。 其次它是反自由主义的,也就是经济和政治都要由国家来主导。 第三,它是反保守主义的,传统上的封建制度和宗教,它都是反对的,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莫索里尼,都是反对基督教的无神论者。 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外在表现就是集体主义,阶级调和和统治经济。 所以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它几乎不关注种族或者民族问题。 莫索里尼是为了跟希特勒结盟,才在很晚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反游主义的立法。 但是因为当时反游主义是广泛存在的,在英国和美国也是。 所以说意大利并不比英美要更为反游,多民族国家,来了就是罗马人。 所以在一维划分法下,我们将法西斯主义称为极右翼。 但是在二维划分下,它其实是比较靠近中间的,尤其是这个图,它将文化用颜色来表示。 所以其实相当于一个三维轴,而横轴只代表经济立场。 所以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就完全来到了正中间。 所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矛盾是民族问题,而次要矛盾是阶级问题。 它要搞阶级调和,而不是阶级斗争。 而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就比如俄罗斯法西斯党的领导人,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内战失败之后,就一直住在中国。 而在1945年的时候,他意识到沙皇已经在苏联复活了。 他说,随着苏共在俄罗斯的执政时间增长,苏联变得越来越民族化。 所以神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其实就是苏联。 而且二战期间,斯大林也与东正教会发生了和解。 所以说斯大林使共产主义与宗教和解,使共产主义与民族和解。 所以斯大林同志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所以他要忏悔。 过去几十年,我为了反共,不得不与日本和德国合作,背叛了俄罗斯祖国。 而从现在开始,我将以热忱和热情,把余生献给祖国、党和领袖。 我成为了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 而至于其他的俄罗斯法西斯党人,我也希望能让他们重新为俄罗斯服务。 因为我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苏维埃国家的主导思想不谋而合。 所以他就回到苏联去报效祖国了,结果第二年就在卢比扬卡被枪毙了。 就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也是注重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所以要反对犹太资本家。 所以说,首先他觉得斯大林能维护俄罗斯民族的利益。 其次因为阶级斗争已经搞完了,不继续搞了,所以民族重新团结了起来。 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再有分歧了。 而我们接下来来看纳粹主义。 纳粹的全称就是national social freedom,其实就是它的字面意思,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 也就是在本民族内实行社会主义。 就比如在纳粹党早期很有影响力的施特拉塞兄弟,他有民族主义但是并不极端,就是说每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国家,然后民族国家之间可以组成联盟。 所以他是注重工人权利的社会主义经济。 原始的纳粹主义虽然反游,但主要是反对的犹太资本家,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种族原因。 而希特勒,他暗杀了施特拉塞,窃取了纳粹党的领导权,然后搞了修正主义。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把社会主义给改成了法团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了。 所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纳粹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 他既不国家也不社会主义。 他不国家,我原因说过了,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正确的翻译是民族。 而他不社会,就是因为希特勒搞了修正主义。 此外,极端的种族主义,反游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希特勒搞的,并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本意。 不过,即使是希特勒,他毕竟继承了纳粹主义。 所以说,相比于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他更加主张底层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地义,所以会更偏左一些。 当然,在法团主义之下,工人本身并没有议价权,所以纳粹德国工人的工资在后期是降低的。 而日本的军国主义,相比于法西斯特勒纳粹,差别就比较大了。 因为前两者,都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革命,而日本呢,他还处于前现代,差了两个版本。 比如说天皇专制制度,比如说军队几乎可以脱敌国家的掌控,等等。 军国主义只是单纯的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的这种思想。 不过呢,讲了这么多,我要额外强调一下。 我并不是说,要让大家都必须接受这种所谓正确的说法。 比如说,以后大家看到哪里将希特勒称为法西斯主义或者国社。 你都要去纠正一下,说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是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因为大家对你的称呼是所有人来决定的,而并不取决于原本的定义怎么样。 比如荷兰只是一个省,而尼德兰才是整个国家。 但是大家都不在乎,仍然管尼德兰叫荷兰。 所以说,在日常讨论中,大家把以上这些都称为法西斯主义,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说,在做严肃讨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本意本源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好的,谢谢大家。